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社评 我看天下大小事 太空队封王大游行 追寻的29年之教练生涯 今年73岁的太空人教练贝克 终于在周六一战中再次登上王座 并洗刷了太空人队暗号偷魂 文不光彩之过去一夜 贝克在六日晚间一亿获胜凤王之后 难掩开心与兴奋之情 这是他29年来追寻之梦想 太空人队周六晚间 靠瓦尔瓦雷兹超前比数之三分 暴以4比1击败了费城人队 以7战4胜之系列赛 以4胜200成绩夺下世界大赛冠军 此时休斯顿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欢呼之声 特纳市长宣布 今天周一在市中心为太空人之胜利 举行大游行 我们在此也要为太空人封王表示 由衷之祝贺 棒球可称为美国之国球 无论大小城镇和市区 皆遍布棒球场 对于许多家长而言 青少年之棒球更是体育中最主要之选项之一 棒球这项全民运动之体育活动 我们看到许多家庭扶老邪幼穿赏求一致热情 也为我们社区带来了许多温暖和幸福 我们下期待会许多家庭扶老邪幼穿赏求一致热情